最近有一条消息啊 到处在传 大家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在求证 就是给动物做这个转基因大米的喂养实验 到底是不是真的 农业部转基因专项管理办公室 已经跟我们记者确认了 这个试验是真的 有 这个事儿呢 是2012年 他们就开始委托中国食品药品 鉴定研究院和中国农业大学 选的是猕猴和小型猪 这两种动物来做这个转基因水稻的喂养实验 我们不仅证实了这件事是真的 而且我们还采访到了这项试验的参与者 他叫黄坤伦 他是中国农业大学的教授 同时也是我们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的委员 好 那我们的问题就是 这项动物喂养实验 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而且它的结果到底怎么样 好 带着这些问题 我们来看看对这个黄坤伦的采访 在做这个食品安全评价的时候呢 要选择动物来作为一个这个实验动物 那么实际上呢 就是从动物的角度上来看呢 就是他在跟我们这个人体上面 有很多的相似程度 对我们的人体是不是安全的 会不会产生毒理方面那些影响 所以就是我们在很多的评价方面 在选择这个动物来做实验 黄教授告诉记者 这次喂养试验选择的动物 是小型猪和猕猴 因为在营养和毒理方面 猪 猕猴 喂肠道消化过程 与人极为相似 而其生理性和杂实性也与人很相似 因此采用它们做实验 能更大程度翻译出转基因大米 对人类食用的安全性 那么我们转基因大米呢 选择了现在用的这个猪和这个猕猴来做 实际上呢 也是在很大程度上来进行探索 探索性的实验 那么也是从科学研究的角度上 来证实转经的这个食品 是不是对我们人类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 感谢观看